好 继续来看到花莲某部落一家杂货店老板疑似是伸出狼爪 对国小五六年级的学生摸胸摸屁股 受害学生大约有20多人 那么学校发现通报 县政府是依照性骚扰防治法程序来处理 并且结合学校对学生心理辅导 花莲某学校学生毕业旅行时 向老师吐露曾经被性骚扰 学校深入了解发现不止一人受害 在向学生就读的国小通报 发现有20多名的学生 都曾经遭到某部落杂货店老板性骚扰 随即进行小安通报 向教育处通报 社会处也派员到部落悬岛 初期的话大概 因为一开始是通报20几个 那现在的话大概 四五个左右吧 有的家长他不愿意配合调查 要有家长愿意报案 校方一查发现这不仅仅有骚扰学生 还会伴授烟酒给部落未成年的学生 也非常担忧部落青少年烟酒的问题 虽然当地的派出所积极的前往部落来做宣导 但是仍未完全改善 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 身体健康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如果说有一个商店在一个部落里面 他就长期性的被犯在烟酒的青少年 那今天又发生这样的事 那我觉得社会上应该要关注这个题 那今天社会安全网有 而且还蛮积极建议就是搜出了下来宣导 但类似的情况就是变成说很尴尬 就是他是在骚扰的灰色地带 他受害的学生 另外受害家长站出来表示 当下听到女儿被骚扰非常担心孩子的身心发展 也认为这名老板不应该随便乱触碰小孩子的身体 受害家长表示 在杂货店会跟老板说账 导致双方有不对等的关系存在 而这名家长表示 无论如何都会想要为自己的孩子发声 像我们是比较担心的部分是 因为毕竟我们跟那个老板 就是有账上的问题 就是欠账的问题 就感觉就是说 那这样你们要提高吗 就到大概事过了以后 就好像慌张那种感觉 我现在这一点我也想到 家长蛮大可能性他不会提高 因为我家长还欠他钱 那所以就会变成说他是一个骚扰 可是他的关系上就变成说 我还欠部落商店欠 家长他一直在有可能性是存在 学校第一时间通报 县府跟教育部 也请学区国小启动调查 发现最近三年来 受害者至少20多人 然而因为习兄摸屯骚扰事 告诉乃论 目前只有4到5个家长愿意报警 并且因为案件调查当中 店家仍然是持续的营业 担心又有受害者 造成学童一辈子的阴影 因而希望透过媒体报道 能够让对方有所熟练 记者综合报道 连为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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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